跟你们讲个故事 碱水面包的由来 是在某个世纪的欧洲的德国的 某个面包房里的某个伙计 在做面包的时候 不小心把面团掉进了烧碱里 为了赶在早晨的五点钟 能让面包出炉不被师傅骂 只好硬着头皮 把面团捞出来丢进炉里烘烤 结果烤出来意外的好吃 然后这个面包的做法就传开了 然后再经过改良 然后再传向了世界 怎么样这个故事 是不是听起来狗屁不通 没错 是我瞎编的 但是用料却实实在在 因为含水量少 所以只能打到八成斤 无糖少盐 让这个面包属于越嚼越有味的类型 你得让面团松弛到位 不然整形的时候会有点吃力 一切都是这么easy 偏偏泡减水的这个步骤 增加了做面包的风险等级 记得要戴好手套 用完了也别乱丢 就算没有碰到小朋友 碰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 我亲爱的朋友们 面包球现在就做好了 然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轻轻捏一下它会有点Q弹 在捏的同时呢 你已经能感受到表皮的有一点点韧性 看起来很诱人的颜色对不对 剪刀在剪开口的过程当中最后它们还是 有一部分还是连到一起去了 这个我就先吃好吧 表皮非常有韧性 有一点点的 我应该说脆嘛 口感很扎实 它是属于越嚼越香的这种面包 越嚼越香 如果有条件的话做一次 你一定会喜欢吃的 好了 我吃完一个了 然后还有七个 它就是我的晚饭 我待会再吃 我歇一会儿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